好吧 我呢没那么多废话啊 直接就进入主题 OK吧 直接就进入主题啊 有道翻译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啊 有道 有道翻译啊 有道翻译啊 来我们仔细观察啊 仔细观察这个网站 比如说我在这里输入一个 啊我爱你好吧 来你们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就会出现一段英文啊 OK吧 你输入英文的话呢 啊那来我们看一下啊 来这边呢就出现了一个啊中文 对不对 然后啊 然后我们要注意细节啊 细节就是这一个链接 它没有发生变化 看到没有 就说你这个网页上面啊 它明显是发生了变化的 OK吧 然后呢我们这个链接啊 它没有发生变化 证明了什么呢 证明了啊 啊这个发生变化是肯定发生了的 只说我们看不到 对不对啊 我们看不到 它可能是啊 其中一些什么或者说API 接口啊 给我们生成的 或者说呢是一些啊 scribe脚本 对不对 是吧 GS脚本 对吧 所以啊 我们这里呢 需要抓包 OK吧 这个很简单嘛 啊 直接就抓包啊 RF2打开我们的开发者工具 啊 点上我们的network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输入一个now 来看一下啊 抓一下 好 OK 它呢给我们啊 有几个包 五个包吧 五个请求啊 其实啊 我们不难发现啊 第一个肯定就是我们想要的内容 对不对 第一个肯定就是我们想要的内容啊 其实这个东西啊 很容易发现 为什么 这个是图片吗 这个图片吗 这个也是图片吧 啊 这个呢 也是一个图片吧 只是说是一个加密的图片 对不对啊 Base64加密 好 所以说呢 是第一个 来我们点开来看一下 好 它是一个plus的请求啊 然后呢 发送到一个URL链接呢 是这一个 好 我们看一下 既然是plus的请求的话 那么肯定需要提交一个表单 对不对 好 我们来往后面看 表单是什么 来 表单呢 这里有一个i i呢 是一个love 很容易发现啊 证明了啊 这个love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想要查询的字符串 对不对 对吧 它对应的值 就是我们想要查询的字符串 好 其他的呢 啊 iuto iuto 我们不管它 好 这里呢 有几个很明显不对劲的数字啊 这一串 看到没有 像这种数字啊 你们只要看到了啊 就一定要注意 为什么呢 它极有可能是加密啊 极有可能是加密 那么如何判断它是否是加密的数据呢 其实很简单吧 我们可以啊 我们可以再进行一次抓包 对不对 来 我再输入一个love 来 ok 看一下 那么呢 就有两个包了吧 来 我们把这里啊 截图 拿过来 rf3 对比一下啊 来 再点开这一个包 这一个包很明显吧 就是love love love 两个love 对不对 好 这一个包 来 我们来看一下啊 呃 这里呢 auto没有变化 auto也没有变化 至于这个i呢 是我们自己输入的 对不对 好 接着往下看 啊 这个dx啊 返回的应该是一个啊 字典对吧 它呢 也是没有变化的 这个客户端呢 它也没有变化 啊 这里呢 sort 我们来看一下啊 啊 sort的话呢 662啊 这里呢 是876 首先啊 sort是变的 对不对啊 sort是变的 好 然后呢 这里有个singe 对不对 singe singe呢 它是一个212 我们这里呢 是一个606 这边呢 它也是变化的 它也是变化的吧 还有一个ts啊 ts呢 这里是766 啊 这里呢 是一个687 这边呢 这里也是变化的 所以呢 再来看一个bv bv呢 7f7d啊 我们这里呢 也是f7d 这边呢 就只有我们 这三个是变化的 这里听懂了吗 朋友们 只有这三个是变化的 ok不ok啊 ok吧 这三个是变化的 好 然后呢 我们不难发现啊 就说 这一个sort 跟我们的这个ts 有极其相似的地方 哪里相似呢 就说前面这一段 都是一样的 你们看到没有 我们的sort 比我们的ts 多了一位 多了一位 再来看这里 我们的sort 同样的 87结尾 啊 这里呢 87 它也是多了一位 ok吧 多了一位吧 好 这个多的一位 是 是我们啊 自己去取的 或者说 是一个随机数啊 都有可能 多的一位 好 这里呢 我们不管 来 接下来教你们 怎么破解它 前面这里 听懂的同学 给我扣个一好吧 都听懂了吗 听懂了 我就去啊 去找他了啊 啊 听懂了对吧 好 听懂了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随便找一个 这里呢 A到action 你可以随便复制一个 都可以去找 这里呢 我复制我们的一个sort ok吧 复制好 为什么说 随便找哪一个 都可以呢 我现在是想要去找 这个sort的来源啊 就说它是如何生成的 我们找到这个来源 然后呢 用我们的person代码 去模拟它 ok吧 好 它是怎么生成的呢 你随便找一个都可以 因为在我们的js文件当中 同样有一个 一一对应的关系啊 等会你们就知道了 来搜一个sort 来search啊 所有的文件 把我们的sort呢 扎连上去 回车 回车之后呢 这里有一个js文件 对吧 这里有一个js文件 我们点开 点开之后啊 我们发现 它是一串横的啊 很长很长 对不对 现在呢 我们点一下这个花括号 把它格式化 把它格式化 好 现在呢 我们就看着很舒服了 看着很舒服之后 我们在这个文件里面 搜索我们的sort conjun加f啊 粘贴 ok吧 好 这里呢 sort呢 总共是eof4 对不对 证明说有四个 好 四个呢 我们来e1来看 第一个是一个sort 它呢 是等于什么 来啊 同学们告诉你们啊 为什么说有一个e1对应的关系啊 来 i client sort sort sdsbv 这个排序你们很熟悉吗 同学们 这个排序是不是很熟悉啊 因为在我抓的包啊 这个post的提交的表单里面呢 它也是这么排的 看到没 i client s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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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所以说啊 你随便搜一个都可以 来我们来看一下 实际上同学们 你们看一下就知道了啊 这个o.sort 很明显 就是说啊 把我们的sort 应该是传到这个o的这个对象里面去啊 生成了我们这啊 最后的一个sort 但实际上啊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o是什么 对不对 现在呢 我们啊 把它忽略掉 去看一下我们第二个sort 来往下翻 好 这里呢 又有一个sort sort等于i i呢 同学们 看一下啊 这里千万要注意了啊 这一个ts 跟这个sort 跟这个same 是不是都是我们加密的数据啊 都是我们加密的数据吧 而在这里呢 你很容易就看到啊 这里有一个ts等于r 那么r等于什么 r等于什么 看到前面没有 这里有一个变量吧 r是吧 啊 这里呢 有一个r r呢 就是等于一个空字辅串啊 加上一个new data.get10 对吧 我问你们啊 就这玩意儿 上次我教你们做啊 那个吃鸡的官网啊 就是steam官网 那个模拟登录的时候 是不是也破解过一次js啊 那一次破解的时候 你们发现没有 跟这里是一样的 它是一个什么 是不是一个线形时间啊 是一个线形时间嘛 也就是我们的时间戳 ok吧 啊 时间戳 好 那么ok 在我们person里面 想要实现一个时间戳 是有多简单呀 多简单了 对吧 是不是一行代码 就可以实现一个时间戳呢 对不对 好 这里我们暂时不管 这个R呢 总算我们是找到了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这个T BV等于T 啊 T是什么 T是MD5加密 啊 这个又是什么 啊 我们完全搞不懂 他们到底是什么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看不懂了 怎么办呢 来打一个断点 在这里啊 打一个断点 然后呢 我们调试一下 好 ok 现在呢 我们可以看到了啊 来来来来啊 这个R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时间戳啊 它等于这一串 ok吧 啊 结果我们都能够看得到 好了 然后呢 这一个T 它是等于什么 MD5哪一个加密啊 同学们 MD5里面传的参数是哪一个 5.0 啊 Windows 10 啊 X64啊 谷歌 这什么 是我们的User Agent 是吧 对不对 就是我们的电脑信息啊 与我们的一个浏览器的摆满号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它是一个固定的值吗 朋友 我给你们一下啊 它是不是一个固定的值啊 这是一个固定的值吗 可以是 可以不是 对不对 因为在你的电脑上 可能就和我不一样了啊 可能你用的不是Windows系统 或者你用的可能不是就是Suite的啊 或者说你的用的浏览器 它不是谷歌啊 可能会不一样 对不对 但实际上呢 你只需要传入一个正常的数据 那么呢 就可以得到我们的答案 好 这个是T呢 T我们也得到了 啊 我们如果想用Person实现一个MD5加密 那么又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也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嘛 所以说啊 所以说啊 这一个呢 我们也解决掉了啊 也解决掉了 剩下的就是I 来我们来看一下I等于什么 I等于我们的R 加上一个MathRand的啊 10什么意思啊 啊 等于我们的R R呢 是我们的时间戳吧 还记得吧 R是我们的时间戳 证明了我们这个I呢 是等于我们的时间戳 加上一个0到10的随机数 对不对 OK吧 我知道啊 对很多0基础同学来说 我今天在讲天数啊 这个没关系啊 没关系啊 我说过很多次啊 我们的公开课不太适合0基础啊 OK吧 我们的时间戳 加上一个随机数 所以呢 我们用我们的Person呢 也是很容易实现的 好 接着往下看 啊 这个SEN值又是等于什么 SEN值等于什么 等于我们的啊 一个MD5 传仓传什么呢 传上一个字符串 加上一个E的值 那么E又是什么 朋友们 E是什么 E不就是我们输入的 想要查询的字符串吗 看到没有 E等于NOW NOW 对不对 那么E呢 就是我们需要查询的字符串 还有呢 就是一个I 那么I又是什么呢 I在前面我们已经得到了呀 它是我们的时间戳 加上一个随机数 对不对 好 所以说我们能够得到SEN值吗 能够得到SEN值吗 肯定就能够得到SEN值呀 因为前面三个我们都得到了 那么呢 这个SEN值呢 啊 也得到了 OK吧 所以说啊 这个加密很简单嘛 很简单嘛 都不需要扣代码 都不需要扣代码 啊 当然我也把扣代码的教程呢 啊 也写下来了 只不过呢 啊 不在这里讲了 因为它确实是简单 所以呢 不应扣代码啊 好 OK 现在呢 我们啊 就可以写了 把我们的一个啊 UR呢 拿过来 好 打开我的牌照啊 导入我们的reguards模块 对吧 然后呢 就是我们的需要传的参数了啊 Date等于什么 好 把我们的Date呢 也复制过来 要加引号啊 呃 这玩意你们应该已经看我用过了 啊 就不多说了啊 来 运行 把这一串呢 啊 复制下来 复制下来之后啊 放进去 对吧 好 放进去之后呢 我们需要修改的数据呢 有几个啊 一个啊 两个啊 三个 四个 对吧 四个是我们需要模拟的吧 首先呢 我们来个时间戳啊 首先来个时间戳 啊 演跑一下 我们的time模块 然后呢 时间戳怎么做啊 TS等于什么 啊 时间戳怎么做啊 同学们 老师看来不用GS了 什么 不用什么GS啊 啊 你说扣代码吗 这个太简单了啊 完全就不用扣代码呀 这么简单的还去扣代码呀 你要扣代码 等会我送你一份代码啊 因为呢 我也扣出来了 只说懒得讲啊 懒得讲 time.time对吧 好 time.time 然后呢 我们都知道啊 其实time.time是不行的啊 来我们打印一下吧 打印一下我们的TS 把下面这一串啊 就是掉啊 来运行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呢 是一个小数 对吧 而我们的一个时间戳 它是一个什么时间戳呢 把它拿过来 对比一下啊 TS在这里吧 来把这一串呢 也拿过来 对比一下两个的区别 他们两个的区别很明显吧 就是说把这里乘以1000啊 它是不是比它多三位啊 上面这个啊 比下面这个呢 要多三位 而且是一个整数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啊 让它乘以1000啊 得到这里 然后呢 这个小数点就变到这里来了吧 然后呢 就取整就可以了 对不对 很简单啊 然后再取整啊 好 OK 来 Time点Time啊 然后呢 乘以1000啊 乘以1000啊 我们在这里啊 int啊 强行转化为整数 好 现在得到的 就是我们的一个啊 真正的时间戳了吧 OK吧 来运行一下啊 来复制过来 对比一下 OK吧 相同的吧 位数相同的吧 好 OK 现在得到了TS 之后呢 我们把这里改了啊 把这里改了 改成我们的TS 然后呢 我们还知道 我们的一个SAT 是等于我们的一个TS 加上一个随机数 对不对 SAT是不是等于我们的啊 SAT等于我们的TS 加上一个随机数 OK吧 对吧 然后呢 怎么做啊 是不是也很简单呀 也很简单呀 导入我们的随机数模块啊 Import Reddit啊 然后呢 那在下面 让我们的TS啊 加上什么 加上我们的啊 Regen 好 这里面需要填什么 我们取的是一个0到10的啊 0到10的吧 啊 GS代码里面是一个0到10的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啊 Math啊 你10吧 OK吧 那么同学们 你们发现啊 我问一下你们啊 就说0到10是一个什么意思啊 我直接跟你们说吧 啊 GS里面的0到10啊 实际上也是一个左臂右开啊 也是一个左臂右开啊 明白这个意思吗 实际上就是0到9啊 OK吧 左臂右开 Range 10啊 OK吧 啊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啊 填的是啊 0到9 好 然后呢我们的TS呢 它是一个啊 这是啥 数字啊 这个数字呢 然后呢 再加上我们这一个数字啊 最后呢 得到我们的什么 得到我们的SAT吧 啊 把我们的SAT呢 也复制过来 好 等于它 然后呢 我们来测试一下啊 print我们的一个SAT 来运行 发现问题没有 发现问题没有 需要给它SAT一下 有同学已经提前知道了啊 有同学已经提前知道了啊 需要给它SAT一下啊 你想一下啊 两个数值相加 那么 你想一下 它可能会多一位吗 它这么长一算数据 你想让它多一位的话 你得加上多少啊 你得加上各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啊 你要加几个亿 才能让它多一串 对不对 讲得非常好啊 所以说呢 在这里啊 我们呢 采用它的一个死菌 OK吧 在这里呢 我们再让它 它也是死菌 对不对 强行转化为 我们的一个字符串 然后呢 再相加啊 再运行来看一下 失误啊 不好意思啊 来运行一下 OK吧 现在就多了一位了吧 OK吧 啊 就多了一个二了 啊 现在呢 我们的sat呢 也取下来了 把我们的sat呢 也复制过来 好 sat也过来了 sat过来之后呢 我们还需要解决什么 还需要解决这个singe吧 好 这个singe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这个singe是一个MD5的加密 然后呢 这一个字符上 加上这一个啊 这一个 再加上这一个啊 但是呢 我们不难发现啊 就是说我们有两个数据 都需要MD5加密 看到没有 我们有两个数据吧 它都需要MD5加密啊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里啊 完全可以定义一个函数吧 专门用来给我们的字符串 进行MD5加密 OK吧 明白这个意思吗 不然的话 你的代码要写两遍啊 两次都是MD5加密啊 OK吧 好 导入到MD5加密模块啊 养破一下 我们的hash lab啊 好 在下面写 对啊 make我们的一个MD5啊 跟得上吧 同学们 嗯 跟得上吗 跟不上啊 要说啊 跟不上要说啊 啊 跟不上的话呢 我可以讲详细点了啊 我可以讲详细点了啊 这个呢 也不是什么 呃 大问题啊 这个是固定写法啊 sg.encord 编码 我们的一个UTF-8 好 然后呢 我们让我们的sg.hash lab 这个完全没的智能提示啊 我发现啊 哎 难受啊 hash lab是个啥 hash lab是我们的一个加密规则啊 是我们的一个加密规则啊 嗯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有问题的啊 赶紧问啊 有问题的赶紧问啊 因为等会的话 我感觉我一会就想完了啊 一会就讲完了啊 这玩意呢 主要是一个分析上面的一个 嗯 浪费时间 其他的呢 啊根本就没有太多的可讲的 对吧 啊 没有太多的可讲的 没有问题是吧 没有问题啊 就接着写啊 把我们的一个sg.hash lab 传进去 传进去之后呢 这里呢 我记得是 dj 这里呢 也是没有智能提示的啊 可能会出错啊 同学们啊 可能会出错 但是呢 啊 不要紧啊 实在出错了 我再改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是完全没的智能提示的啊 MD5 OK吧 好 现在呢 这个函数我们就构造好了 来 我们来试一下吧 来试一下啊 来 print 我们的一个makeMD5 传一个字符上进去 给他传一个13456 然后呢 我们来运行一下 尝试一下 好 报错了 就说他没有这个hash lab属性 对不对 啊 hash lab 可能是我啊 来 写过来 还出错了啊 啊 这里多了是吧 我把死军写在前面去的是吧 32位的一个炸药啊 好 现在呢 我们拿到了我们的一个hash lab函数 那么其他的啊 一些东西呢 其实都可以迎刃而解了啊 比如说这个sange 来 拿过来 sange呢 就是我们的这一个字符上相加 来 我们把它复制过来啊 复制过来 啊 放到这里来 OK吧 等于他 加上他 加上1 加上i 我们都知道啊 啊 i呢 是我们的一个啥 i是我们的一个 在我们的一个字符上吧 就说我们需要加密的字符 对不对 那么这个1呢 是什么 1 1是我们要加密的字符啊 啊 i是这个对吧 i是这个对吧 OK吧 i是我们的一个啊 随机数 加上我们的一个时间错 好了 实际上 所有的东西啊 我们都已经拿到了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啊 复制过来啊 承知啊 等于他 这一串吧 好 把我们的一个 MG啊 MD5呢 啊 拿过去 把它呢 打做参数 传进去 OK吧 啊 没有不出错的代码啊 这个是小问题啊 小问题啊 把我们的1呢 也传进去啊 1呢 在我们这里的话 它是一个 那5那5 啊 我们把这里改一下吧 同学们 我们不要把这一个啊 需要查询的字符串了 对不对 啊 我们别把它写死了 我们在前面呢 可以来一个imperce啊 暂时先来一个imperce 没见吗 OK吧 好 请输入你想要查询的字符串啊 好 在这里呢 我们给它叫做一个code啊 code等于它 那么呢 在这里呢 我们把它改为我们的code 对吧 好 1呢 是我们的code吧 还记得吧 I呢 是我们的一个sat吧 sat拿过来 好 然后呢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print 我们的一个sat 来看一下结果 1 2 3 4 5 6 回车 好 得到了啊 得到了啊 得到了之后呢 我们就 叫code 这个没关系啊 你随便叫什么都可以啊 个人习惯啊 个人习惯啊 把我们的sat呢 也改成我们的一个sat 把我们的一个啊 bv 还记得吗 我们的bv也是md5加密码 来看一下 我们的bv啊 它呢 也是一个md5加密 是我们的一个什么啊 这个浏览器吧 uze 进去的加密码 md5加密码 好 现在呢 我们把这一串复制下来啊 把这一串复制下来 来 拿过来啊 呃 bv啊 bv呢 也是等于我们的makemd5啊 把它呢 传进去 传进去之后呢 我们把这里呢 也改成我们的bv啊 也改成我们的bv 好 ok了 同学们啊 所有的加密都已经解决掉了吧 是不是说所有的加密都已经解决掉了 那么现在我可以发送请求了吧 可以发送请求了吧 把我的一个date啊 等于我们的一个date 好 在这边呢 给它复为一个值啊 给它叫做什么呢 呃 这个随便叫什么啊 等于吗 来 print 啊 tax 点我们的一个tax 来运行我们的程序 那五啊 那五 好 出错 不能够访问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那么现在考你们一个问题 为什么啊 所有的一个加密啊 我都已经完成了 但是为什么他还是不能访问到一个结果呢 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啊 你们太厉害了啊 啊 你们几个vip就啊 不要说出来啊 不要说出来啊 因为我知道你们都会啊 你们应该估计是学过的 好吧 你们肯定都是学过的啊 我知道啊 啊 现在呢 你们啊 全部说出来了 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对不对 来 我们把这个请求都啊 全部复制一遍啊 把它全部复制一遍 好 复制好了之后呢 来 我们在这里啊 继续给它加引号啊 粘贴 粘贴之后呢 来运行 运行之后啊 把这里呢 所有的全部复制下来 复制下来之后呢 我们把这里啊 粘贴上去 粘贴上去 哎 缩进一个 感觉有点烤啊 我自己练了啊 Hardus 等于我们的Hardus 来 再来运行我们的程序 好 答案出来了吧 朋友们 答案出来了吧 啊 听到没 下次给点面子 装一下啊 不是说什么装一下啊 因为我想带动你们思考啊 因为有些东西 他是啊 不懂 对不对 不懂的话 你多思考一下 起码能够啊 起码能够加深你们的一个记忆力啊 你们的一个印象啊 来 我们现在得到了啊 他呢 是一个爱吧 那我们传进去的字符上呢 是一个落 然后呢 得到的是一个爱啊 OK吧 这个爱得到了 那么我们给他解包就可以了啊 给他解包就可以了 但是呢 给他解包的时候呢 最好是干什么 给他 取他的一个字典形式吧 或者说 取我们的一个接审数据类型吧 很明显啊 他是一个正规的什么 接审数据类型啊 我取他的一个接审啊 好 取了个接审之后呢 把我们想要的数据啊 提取出来 来 我在这里 哪一个 这一个键嘛 是不是啊 这一个键对应的只是他吧 好 把这个键呢 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呢 两个列表 两个列表啊 拆两次啊 拆两次 来 零零啊 接着呢 还有一个啊 在这里 对不对 字典里面啊 对应的值啊 OK 现在呢 再来运行一遍 来 输入我们的Nav 来 回车 是不是一个I字 OK吧 好 再来试一遍 输入我们的一个I字 看了是不是一个Nav 来 回车 他是不是一个Nav啊 是不是搞定了 同学们 是不是就搞定了 Nav吧 好 OK 来 现在呢 我们需要把它做成一个小软件 从头到尾听懂的啊 扣个一二 听你吗 从头到尾听懂的扣个一二 可能呢 我讲的可能会比较难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同学可能没基础啊 啊 直接就上手 就是一些S破解呢 可能太难了啊 听不懂的直接问啊 听不懂的直接问 对有些同学来说可能会难啊 然后呢 这个录播啊 录播大家都知道啊 QQ2287970043 找我们的一个孟孟老师 好 得到了之后呢 我们给他啊 封转一下吧 给他封转一下啊 在哪里呢 嗯 到这里吧 来给他封转一下 既然想要做个小软件的话呢 那么他肯定是我们的一个事件 对不对 我这里呢 给他translate啊 给他取个TR吧 英文不怎么好啊 好 到这里了 到这里来了 那么呢 我们的这个啊 东西呢 实际上就已经完成了啊 啊 把我们的这一串啊 也复制进来 好了 嗯 Return啊 作为一个返回值 好 接着写啊 导入我们的tick enter啊 导入我们的tick enter啊 emprach啊 就是我们的做一个小软件的一个模块啊 tick enter啊 我们的一个tk吧 来个缩写啊 好了 首先第一步 应该很多朋友都听给我讲课啊 啊 第一步的话 我们都是需要一个主界面 对不对 一个程序 它肯定是有一个主界面的 也就是我们的副窗口啊 你一打开呢 就能够看到这个副窗口 OK吧 来 tk 给我们的大写tk啊 实力化我们的一个tick对象 来 为root啊 root呢 现在就是我们的一个启动窗口 当然在这里 我还需要给你们解释一下啊 啊 没声音的话 你重进啊 同学啊 没声音的话 可以重进就可以了 来root等于tk enter啊 这里呢 是我们啊 肯定是没有见面的 来 我们给你们运行一下 看一下啊 来 运行 来 123 回车 看到吧 是不是啊 没有我们想要的副窗口吧 啊 没声音的话 我说话 他也听不清啊 我给他打字啊 重进啊 没声音 重进 好 然后呢 我们的程序也结束了 不仅没有见面 来 我给你们记录一下 无见面 啊 程序立即结束 对不对 是结束了吧 一个z的 kodlin 对不对 啊 结束了 而且呢 他也没有见面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们想一下了 是不是其实有见面 然后刷新一下 立马消失 啊 肉眼 观察不到啊 有没有这种可能啊 有这种可能吧 同学们 看到没有 其实他是有见面的 只说刷新了一下 立马就消失了 你这个肉眼看不到啊 睡一下可以不 肯定不可以啊 你睡一下也没用啊 你循环啊 零点几秒 立马就结束了 那你这个睡一下 他不影响你这个结束的呀 啊 不行啊 我们可以写个死循环吗 让他一直刷新就可以了吗 对不对 写个死循环 让他一直刷新啊 OK 来 root 给我们的一个mind loop OK吧 好 再来运行我们的程序啊 输入一个123啊 回车 在这里吧 对你们啊 现在有窗口没有 现在是不是就有窗口了 你们看到没有啊 有窗口了啊 看了没 而且我的程序没有结束 为什么没有结束啊 程序为什么没有结束啊 代表什么意思啊 代表他是一个死循环嘛 你这个程序阻塞了嘛 对不对 他一直在循环嘛 所以不结束嘛 OK吧 好 得到了这个窗口呢 很明显啊 这个窗口呢 可能啊 就算我审美观再差 啊 我也觉得呢 不怎么好看 太小了 对不对啊 太小了 你想翻译一句话的话呢 估计啊 装不下 还装不下啊 来我们给他放大一点点啊 给他放大一点点 Route啊 Germage 啊 我给他 嗯 写个多段了 啊 500 250吧 OK吧 啊 宽是500啊 宽是500 啊 高呢 是250 来运行一下 啊 我应 我不应该写个import的啊 结果呢 我每次在这里要输入啊 给自己啊 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对吧 来看一下 宽是500啊 高呢 是250 好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标题也可以改一下 把这个标题也改一下 这呢 是一个TK啊 一个TK 还是小了 感觉啊 你自己去下面的时候 你可以写大一点点啊 可以写大一点点啊 不一定说啊 不一定说啊 一定要照照我的 对不对 对不对 还有就是说 还有一个啊 记住啊 这里是一个X啊 这里是一个X啊 宽于我们的一个高 这里呢 是一个X 记住 一定要记住 不是一个乘号 不是一个什么新型号 OK吧 因为你在你的键盘上面 是找不到一个啊 一个乘号的啊 记住啊 好 然后呢 我们给他写个标题啊 其实这些都是他的属性啊 都是他的属性啊 给他叫做一个翻译小软件啊 小程序吧 啊 翻译小程序 那再来刷新我们的程序 来 123 回车 啊 翻译小程序吧 就OK了吧 就OK了吧 好 然后呢 就说我们想要翻译的内容 需要摆在上面吧 OK吧 给他来一个文本框吧 就像我们这里啊 朋友们 你们看到没有 我写代码的这一个框框 看到没有 我写代码的这一个框框 我们想 我们也想要做成这样一个框框吧 对不对 那么你想翻译呢 就翻译什么 所以说啊 我们也要做一个这样的框框 你想要圆码跟哪位老师对接啊 我们的VIP学员啊 是可以领取 领取圆码的啊 他是VIP啊 Coder啊 他是我们的VIP啊 可以领取圆码啊 可以找某某老师 但是呢 要课下 因为现在他那里也没有 因为我还没写完 好吧 来再来看一下 给大家写上我们的一个文本框啊 好 记住 写文本框的时候 第一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 永远都是ROT 不管你任何组件 第一个参数都是ROT 啊 其实呢 这句话呢 感觉你们一下子就理解了 为什么 因为ROT 是我们的一个副窗口 是我们的一个启动窗口 对不对 那么你任何组件 都是挂在我们的副窗口上面的 既然你需要挂在我们的副窗口上面 那么你第一个参数啊 就填我们的一个ROT OK吧 好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给他写一个 呃 其实也不用写了啊 可以不用写了 来我们给他摆放一下位置啊 T 我给他复制为T 然后呢 我们给他摆放一下位置啊 T 来刷新一下程序 123啊 回车 回车之后呢 来看一下 是不是就有这么一个文本框了 跟我们打Python代码的地方一模一样 看到没有 是吧 现在我们也有一个文本框了吧 好 文本框写完了之后 啊 肯定是需要一个按钮的压程序嘛 对不对啊 不然的话你写个文本框在这里有啥用啊 你要来一个按钮点一下啊 点一下之后呢 就给我翻译 对不对 我们要的是这么一个效果嘛 好 现在呢 我们再给他来一个啊 按钮吧 OK吧 随意写啊 来TK啊 按钮呢 是我们的Bot Bot写上去 第一个参数啊 ROT 第二个参数啊 Tags 就是我们按钮的名称啊 Tags呢 是我们的按钮的名称啊 我给他叫做一个一键翻译啊 一键翻译啊 没打错吧 啊 一键翻译啊 然后我们这一个 嗯 写个吧 记住啊 记住啊 朋友们啊 记住 就是说我们的按钮 它的一个宽度是有限制的 嗯 我可以暂时不写 我可以暂时不写啊 方便等会我教你们啊 暂时不写啊 先放到这里啊 来 一键翻译 那么其他的呢 就不需要写了吧 只需要给他摆放一个位置吧 我给他叫做B1啊 然后呢 B1.park 来 运行一下 123回车 啊 OK吧 也是可以的啊 只是说 嗯 给他加一个宽度吧 感觉有点窄啊 两边的距离有点窄 啊 不怎么好看 啊 这个可以像一语言那样设置窗口吗 踢个音场不可以 但是呢 啊 QT可以啊 QT可以 啊 如果说 嗯 我上次做了一个啊 就是说没带过来 上次做的一个12306的一个啊 一个登录 一个登录框啊 没有带过来 嗯 好吧 QT可以啊 QT呢 有一个QT设计师啊 QTdesigner啊 QTdesigner 然后呢 可以用这个设计师啊 帮我们拖拖拖啊 啊 里面的一些逻辑呢 你只需要写逻辑啊 跟一语言是一样的 只需要写逻辑就可以了 啊 什么代码 关于一些组件的代码 他全部都给你写好了 好了 那就这样吧 啊 那就这样啊 一键翻译在这里 啊 然后呢 嗯 要玩上这个 来 我问一下你们 整理一下逻辑 整理一下逻辑 就说我在这里输入了一个 字符串 对不对 那么呢 当我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是不是需要把这一个字符串进行一次翻译啊 是不是通过这个按钮实现的呀 明白吗 一定要记住啊 是通过这个按钮实现的啊 那么呢 给我们按钮绑定一个函数啊 给我们的按钮绑定一个函数 函数呢 呃 传一个地址就可以了啊 也就是我们的函数名 就他吧 他是我们的一个翻译的函数了 翻译的结果return在这里了 对不对 好 然后我们需要翻译的内容是什么 需要翻译的内容 是不是我们文本框里面的内容啊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import还有用吗 啊 没用 没用 对吧 我们需要翻译的内容 是我们文本框里面的内容 所以呢 我们需要把这里改掉啊 把这里改掉 来文本框 文本框是T1吧 我记得啊 T1啊 T1.get 就可以得到我们文本框里面的内容 还有一点 记住 文本框 它是有横重两列的啊 它有横有重 为什么这么说呢 来你来看一下吧 啊 123456789 啊 然后呢 123456789 那你发现没有 我问你们 这个3在什么位置啊 这一个3在什么位置啊 朋友们 问你们个很简单的 这一个3在什么位置啊 是不是在第二行 第三 列 第二行 第三列 对不对 是不是 对吧 当然啊 在我们price里面 从零开始数 在我们price里面 从零开始数 那么也就是说 在第一行 第几列啊 第二列 对不对 OK吧 就是说它是有两个属性的 它有一个横 它有一个重啊 就这么简单啊 然后呢 我们get的什么 get我们0.0 从第0个值 到我们末尾的一个值 OK不 能够明白吗 get的什么 get的什么内容啊 从哪里get啊 从我们第一个值开始 那我们第一个值在什么位置啊 第0行 第0列 从零开始数啊 从零开始数 第0行 第0列 对吧 所以是00啊 get啊 当然这个i这个code呢 同样也是它吧 啊 把它拿过来啊 拿过来呢 粘列上去啊 粘列上去之后呢 我们要把翻译的这个内容啊 写到我们的这个文本框里面去吧 比如说本来是一个Nav啊 本来这里是一个Nav 当我点击一下这个按钮之后呢 我要让它变成一个i 对不对 要让它变成一个i 那么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反应啊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反应啊 先删再写 对吗 来你点一下之后 把这个i删掉 删掉之后呢 再把我们生成的新字符传啊 添加上去 对不对 啊 先删再写 好 OK 在这里呢 我们先把我们的这玩意啊 给它删掉 来我们的第一吧 第一点啊 delete delete从哪里开始删 从第0个开始删 删到哪里为止啊 删到我们末尾为止 对不对 好 删除之后 是不是还需要把我们的一个内容写进去啊 啊 这里呢 我给它再付个纸啊 text等于它 来 接着把我们的text呢 插入进去 来 t1.text 啊 t1.insert 来 从哪里开始 从哪里开始插 从哪里开始插 是不是也是从第0个位置开始插 从这里开始插 对不对 你把它删了呢 删了之后 从0-0开始插 开始插入 对不对 好 这里呢 也要写个0-0 好 然后呢 插入的内容是什么 对吧 插入的内容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text啊 OK吧 好 OK 那么了 再来刷新我们的一个程序 来 比如说你们想翻译什么 啊 想翻译一个 我要发个代码啊 这个 不让我在这个发网址 来 一键翻译 OK不OK啊 同学们 鲜花刷起来 OK不OK啊 来 再翻译成中文 啊 我要发送一个代码啊 不允许我在那种发送URL 啊 这个东西是那个什么 这个是那个机器翻译啊 这个是机器翻译啊 所以说 它会存在一些问题啊 会存在一些毛病 但是你一般情况下啊 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 就算是机器翻译 一般情况下 我们也是能够理解的 对不对 也是能够理解的啊 大概意思还是能够看懂的 所以是多少行代码啊 今天啊 把这里删掉 多少行代码啊 我们来数一下啊 一行到70行啊 70行代码不多吧 对吧 也很简单的一个小程序 啊 为什么很简单呢 因为这一个界面啊 这一个界面的话 我给它省略了很多内容 我不想在这个东西上面 浪费太多的时间啊 没太多意义啊 能用就可以了 毕竟TG Inter做的东西呢 是不怎么好看啊 是不怎么好看 来我试一下吧 可以吧 对吧 可以吧 怎么把它做成桌面文件啊 桌面文件 等会再讲啊 我现在先打个广告啊 桌面文件 等会再讲啊 我先给你们打个广告 也就是我们的爬冲班 要开班了 这啥玩意啊 我还在课堂吗 我没退出课堂吗 刚才卡了一下啊 包米花都准备好了 对吧 给你们看一下啊 就是我们的爬冲班 WRP爬冲班呢 就是说 9月2号就开始了 毫不避讳啊 这个没什么避讳的啊 要打广告 就是打广告嘛 对不对 同学们啊 你们爱听听啊 不爱听就不要听 这个没关系的啊 难道我给你们讲一个小时的干货啊 这个呢 纯干货啊 打个十分钟广告过分嘛 而且是你想买就买啊 不想买就不买 对不对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啊 我们的WRP爬冲班呢 是9月2号开班啊 9月2号开班 所以呢 离现在只有三天了 就说明啊 你报名了之后呢 就可以上课了 我们WRP爬冲里面的内容呢 可以给你们看一下啊 反反爬冲处理啊 这里呢 有GS加密啊 GS加密啊 验证嘛 啊 包括我们的一些 抖音啊 像抖音的那种自理反爬 对不对 还有58同程的那种自理反爬 或者说一些AP代理池啊 或者说呢 一些cooking池啊 这些呢 我们都会教到 还有就是一个分布式爬虫啊 Scrapy分布式爬虫啊 还有就是一个一步爬虫 也就是我们的斜程啊 斜程啊 比进程更加高级的一个斜程啊 这里呢 有两个有两个项目 一个呢 是一个Scrapy分布式爬虫 一个项目啊 这里呢 有一个自写框架 这个一步框架 是我们自己写的 朋友们啊 这个一步框架 是我们自己写的啊 教你们怎么写 自己的爬虫框架啊 这个呢 是我们的第二个项目 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我们的爬虫大纲啊 这个呢 是旧的啊 新的 来吧 朋友们 看一下啊 啊 这里呢 就是反导跑的啊 这里呢 验证嘛 简单的验证嘛 可以呢 用我们的TestRect啊 简单的验证嘛 可以自行用 这个模块啊 然后呢 给它降噪处理啊 可以破解掉 但是相对一些 现在的验证码都比较难 一般情况下 不行啊 不行 这呢 是我们的一个 啊 达马平台的一个对接 12306 上次我给你们做过吧 我记得啊 上次给你们做过吧 啊 对接打码平台啊 破解 12306的验证码 还有呢 就是滑快验证码啊 滑快验证码呢 也是我们现在最火的验证码啊 这个呢 好像我也教过你们一些简单的啊 比如说 豆瓣的一个滑快验证啊 上次也教给你们了 当然啊 我们WIP交的里面会更加的难啊 交的会更加的难 还有就是APP抓包啊 我们一般做的是一个网页的数据抓取啊 APP呢 可能你们不怎么了解啊 需要下载一些第三方的抓包工具啊 第三方的工具的应用啊 这里呢 我们也会教 还有就是GS解密 像今天这种GS解密的方式呢 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呢 这个GS代码呢 一般人他都看得懂 而有一些GS加密呢 是比较难的 你需要抠代码 那么你就需要要技术要操作了啊 这是比较简单的啊 在我们WIP里面会加难 比如说啊 网易云的那些音乐啊 GS加密的那些音乐啊 怎么破解 怎么抓取啊 啊 我们也会教 还有就是一个字体反弹啊 字体反弹呢 我们这里写的是一个抖音字体加密 同样的 同样的啊 抖音字体加密呢 是一个最简单的 因为呢 它是一个静态的啊 难的呢 有五八同乘啊 五八同乘呢 是个比较难的动态字体加密啊 啊 所以说呢 啊 我们的WIP里面也会教你们更难的啊 教你们更难的 还有就是这里呢 有一个项目啊 一步爬虫啊 一步爬虫啊 写一个框架 自写框架 一个项目 还有这是我们的一个Scribe分布式项目 看到了没有 把我们的数据储存到release数据库 对不对 啊 这里呢 也是一个项目 好 其他简单的知识店 我就不给你们介绍了啊 像什么AP代理池啊 多线程啊 啊 生产者消费者啊 或者说一些数据的抓取 用什么啊 模块啊 这个就不讲了啊 OK吧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 你想要把一门技术学好 那么你必须要学到这门技术一些难的内容 而不是说学了一些简单的内容 对不对 简单的内容 说实话 自学花费一些时间 也是可以学会的 但是难的内容呢 对不对 我们要学的是难的啊 还有就是说啊 给你们上课的老师呢 啊 也是在线下啊 做过爬虫培训的 所以呢 是非常有经验的啊 看到没有 在线下也做过爬虫培训啊 比较有经验 看一下这个活动吧 啊 免费赠送298的基础入门课程 啊 这个基础入门课程呢 其实在这里 同学们可能没有发现啊 给你们看一下啊 这个是哪个课程呢 来 在这里啊 给你们看一下 看到没有 是一个Person过二级的课程啊 这里是一个Person过二级的课程啊 298 298 啊 赠送给你们 其实呢 这个东西也可以在我们啊 在我们清敦教育 可以直接买啊 直接购买 只不过呢 报名文的爬虫会直接给你赠送 还有就是一个价值518的Flask框架班 啊 这个就有点牛逼啊 同学们啊 这个就有点牛逼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Flask课程 它是带有项目的 它是带有项目的 也是免费赠送啊 也是免费赠送 所以这里加起来的价值呢 就是800多块钱 800多块钱 而我们的一个爬虫的价格 我看一下啊 给你们算一下 爬虫VIP价格 对不对 它呢 是一个1999 赠送298的基础课程 598的Flask 项目班课程 OK吧 价值800元 价值800元 然后呢 1999我知道啊 一般想学一些技术的人呢 大部分都是一些学生 对不对 这个我能够理解 所以说1999还支持分期 最高12期 OK吧 所以说啊 千万不要说什么钱了啊 没什么钱 这个就不要提了 为什么 一个月100多啊 支持自己学习 啊 就这么简单啊 就这么简单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在线直播客 所以说呢 我们是直播上课 课后呢 提供高清路播 啊 有内部竞赛 外包项目推荐 啊 这个就有点意思了 朋友们啊 这个就有点意思了 内部竞赛是什么 外包项目是什么 来看一下 我们WRP爬升班 每隔15天啊 每隔15天 就会给你们进行一次啊 竞赛 肖默竞赛 给你们看一下 比如说这里呢 就是一张在讨论的图啊 一张在讨论图 下次的代码 肯定要写的更加漂亮 对不对啊 继续往下看 这个是有奖励的啊 我们的竞赛是有奖励的啊 啊 黄金段位呢 25块钱啊 不多 但是呢 也是老师的一片心意啊 博金段位呢 37块5啊 钻石50 来看这里 这就是呢 为钻石学手说的吧 而他呢 实际上只有13岁吧 啊 不知道有没有满14岁啊 刚开始接触我们课程的时候 只有13岁啊 啊 本来要写三个线程的 我给写忘记了啊 第二跟第三个拼接到一起去了 啊 大家的普遍在300行以上 也就是说 在我们的爬虫VIP班 每隔15天就会举行一次 有奖励的竞赛 而且这个项目参加的VIP同学 一般都是在300行代码以上 所以说我们今天这种70行代码是非常简单的 OK吧 所以说啊 你想一下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水平啊 想不想提高自己的技术 啊 这位是黄金学手啊 还记得吧 那位黄金学手啊 想学习一下其他同学的代码啊 想学习一下其他同学的代码 这个呢 我们也会把所有的代码啊 提供给所有的VIP 供大家一起学习 最下王者 125块钱啊 125块钱 爬送竞赛的啊 这个是啊 啊 还有外包啊 外包呢 我们不仅会提供你们正规的外包渠道 正规的外包渠道啊 就是说网上面很多做外包的都是很多骗子 对不对 啊 我们这里呢 会给你们提供正规的外包渠道 包括 给你们一些单子做啊 这个单子做完了呢 这个钱也是你自己的啊 比如说这位同学啊 弄不弄外包 你先看看需求啊 1000块钱的外包啊 给他做 这个我们都会的啊 比如说还有就是说解答 解答的话同学们 估计你们在座的同学没有一个会睡的比老十晚 你看一下啊 晚上3点48 晚上的时间啊 3点48啊 给学员解答问题啊 叫他早点睡觉啊 做好的呢 直接发给他就完了 不错吧 同学们啊 不错的吧 啊 就像这位同学呢 其实这样跟你们讲吧 这个一讲起这个 我就觉得人和人之间有点差距啊 其实他已经在就业了 其实这位同学已经在就业了 啊 目前实习期的工资呢 是8K啊 也不算太多 8000块钱 但是相对于一个啊 中专生来说啊 能拿到8000块钱 我觉得也不错了 毕竟是一个什么 实习期啊 而人家呢 还想要继续学后面的课程啊 数据分析 看到没有 所以说啊 这个人和人之间啊 这个有点不好说啊 啊 你也包了是吧 啊 OK啊 还有啥 我们图上面还有啥 就业指导 现场面试题 录音视频 这个东西呢 我要给你们讲一下了 啊 值得讨论一下了 就业指导 现场面试题 这啥现场面试题啊 现场拍的面试题啊 同学们啊 现场拍的录音 都是真实的啊 一些东西 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呢 啊 从这里来的 来给你们看一下 给你们上课的老师呢 以前是在卸下 专门做爬虫培训的 所以说呢 以前有很多 已经在外面就业的 OIP同学呢 会给我们提供很多的资料 来给你们看一下啊 比如说一些啊 面试题 对不对啊 爬虫面试题 来给你们看一下 啊 又是一个八千块钱的啊 又是一个八千块钱的工资啊 嗯 OK吧 纸质版的 朋友们啊 纸质版的啊 我们这种面试题呢 都是纸质版的啊 看到没有 OK吧 这个是真实的面试题啊 不是网上面那种啊 乱搞的啊 还有就是一些面试的录音啊 一些视频 这个呢 我就不给你们讲了啊 因为这个东西呢 有点隐私啊 偷偷的给我们的OIP学员看一下呢 都是可以啊 不能给大家一起看啊 像这种 你接答案的话 也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啊 那个防援项目 一千五啊 那个三百二的可以发货了 就说前面的那个项目呢 已经给他做好了 三百二十块钱啊 这个外包的啊 然后呢 又有一个防援的啊 预算呢 在一千五以内 嗯 应该是五八同城的一个反跑啊 啊 都是一些转账季度啊 朋友们啊 这个东西呢 都会给你们提供啊 这个东西都会给你们提供 但是首先是参加我们的OIP 啊 然后呢 我看到了有一个东西啊 就是说今天赠送很多的课程 对不对 赠送很多的课程 而在这里呢 我们是一个 好像我记得是有名额限制的啊 啊 限制名额三名 对不对 啊 限制名额三名 那么呢 我把我们的清风老师的微信啊 发送给你们 如果你们想要学习的 那么就可以加我们清风老师的微信 还有就是三号就开课了啊 二号就开课了啊 三天就开课了 这个是我们清风老师的微信啊 解决一下 解决什么 那我看你们的面试题 再去哪个公司 面试是不是百分之百避过 没有这回事啊 同学啊 哪有什么百分之百避过的呀 那我给你们说一下啊 面试的机会 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简历啊 在这方面呢 我们是百分之百的面试机会 但是你说的百分之百面试过的机会 那不扯淡吗 对不对 那你要去BAT 那我还能保证你百分之百面试过呀 这个东西看你自己学的怎么样啊 这个是扯淡的啊 如果说谁敢保证你百分之百面试通过 那是骗人的 但是我们给你修改解决之后 你是可以百分之百去参加这个面试的 OK吧 而我们的一些模拟啊 模拟题啊 真题 现场拍的真题 每天都会训练你们去做的 明白吗 这些面试题啊 每天都会训练你们去做的 就是说我们晚上上课的时间都是八点钟 然后呢 一般都是上到十点二十 正规时间是十点啊 多到二十分钟 做模拟题 做真实的 面试题 OK吧 是对你们有相关训练的啊 并不是说一定就百分之百啊 那你如果自己不学 那谁敢保证你百分之百呢 对不对 啊 这个是不可能的 好吧 啊 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解答 啊 解答呢 一般应该同学们都是一些面啊 叶毛子啊 这个呢 我们啊 其实也是叶毛子 因为呢 一直会有同学在问问题 而我们呢 也必须要一直解答 对不对 所以说啊 QQ啊 微信都会让你们加上 啊 VIP老师的啊 包括老师的电话号码也会给你 而且你进入VIP班级 后就会安装一款远程协助软件 OK吧 那实际的八千的地方是北上广吗 啊 你去群里问一下他啊 你也是我们的VIP了 你可以给他混熟一点 因为他学的还不错啊 你有什么问题呢 应该问他 他也会给你解决 啊 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八点钟上课 对不对 啊 我们呢 会在这里给你们装一个上课铃啊 有一个上课铃 上课铃是什么呢 给你们看一下 啊 我们的老师啊 每天八点钟都会打电话 提醒你们上课 看到没有 每天八点钟啊 都会打电话提醒你们上课 所以说呢 在我们这里呢 啊 是有 是有上和您这么一说的 啊 包括我们的一个 作业 我们虽然是直播上课啊 是网络教学啊 但是 作业必须做 啊 会给你们布置作业 让你们做 啊 难度不会太高啊 难度不会太高 凡是 啊 凡是作业率 上课率 上课率 有百分之九十的 OK了 没学会的同学啊 我出钱 让你继续学 没毛病吧 但是前提条件啊 作业率 上课率 百分之九十 为什么 如果你连这两个满足不了的话 我怀疑你是故意不学 对不对 你能满足这两个条件 你还没学会 那么呢 我可以出钱 让你继续学 没问题吧 同学